切換網站跟套用布景主題 那我們剛從這裡進到我們個人帳號 這裡喔 從這裡點進來的地方 那剛是點哪裡 管理網 網站對不對 這裡有兩個 這兩個 Good Ranger跟Good Ranger 2 點這裡可以瀏覽網站 我現在這個都還沒做嘛 做網站第一件事情要先做什麼呢 這裡 外觀 外觀的話布景主題要先套用 那這裡在Wordpress提供兩個 我再跟你報告一下 它有兩個方式一個叫做部落格 一個叫網站 那部落格像這種叫做部落格 部落格什麼 通常部落格是每個畫面每天會更新 那如果是網站進來 通常首頁都固定 首頁固定是都是這個頁面但是這裡可以有最新消息什麼的 你可以下訊一下 但是部落格是像流水帳 我今天怎樣明天怎樣最新什麼的 所以通常部落格文人比較用這個啦 如果公司一般來講應該用網站會比較合適 那我現在就拿這個來做主題 點這個喔 is for的這個 那啟用這個在這裡 那這裡有風格 套用這個布景主題不是只有版面 還有字形顏色色彩系統 我們點選起來 這免費的對不對 那請你點這裡 來 那 啟用它 啟用它 就等它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的這個 來 那可以看一下網站現在網站長怎樣 點起來 我們現在就長這樣囉 我們現在網站 所以待會要改的叫內容 改的叫標題主題 老師我覺得不喜歡 可以再改啊 可以再改 可以再改 我們再回到這裡來 我的網站 我們網站現在是這個 在哪裡改的 外觀的布景主題 所以第一件事我覺得蠻重要的 老師我覺得 我還是 我想用這種好不好 再改一下看看 點起來 啟用設計 這裡 再點啟用 mainland 這個 點完以後呢 套用完請你還是點 檢視看看 這件事情不是每個禮拜在改喔 通常是第一次做的時候很重要 你這個風格合是不是 這個也可以啊 我是攝影師或是什麼 我覺得照片對來講 視覺很重要 我都是賣藝術品的 我希望第1章就給它很震撼 這些圖片都可以變成你自己的主題 哇這個可以放很多 對 然後覺得不夠買 我想再講講看 一樣再回我的網址 功能在 在 外觀 再跟你報告一下 現在網站都還沒推出去 現在其實應該在test 你覺得哪一個 其實這邊可以先看一下啦 我覺得我是不是適用這個主題 再看一次 好 啟用詞方案 點這裡點這裡就把它改掉了 改完以後呢 這時候再點檢視網站 現在都還沒有內容的時候 再做這個 這是這個網站的風格 像這樣 像這樣 它進來就直接就是一個廣告就出來了 可以先點點看還有其他的喔 Blog在這裡 那簡介在這裡 Content 這些都可以改 內容本來就可以改的 那點左上條 這裡是回去的 OK 那因為現在練習 所以不好意思 請各位如果等一下你練習的話 建議跟我選相同的主題 這樣我們再編起來比較不會有困擾 各位理解 那等一下我打算就用這個來做好了 我再把它改為這個 等一下我們就用這個來做 網站的架構 這個 所以我再把它啟用詞設計喔 點這裡 使用 S4的這個 那等一下我們再編輯元素啦 或是一些概念會比較OK一點 接下來就先看一下吧 還是一樣先看一下 都開好幾個分頁了 先擋這樣 來